真正男子汉三开拍成员曝光 欢乐送母美就占了俩 一扬牵鞋也来了 美女娱乐啊 又是到了看真正男子汉的季节啊 前两季的真正男子汉 小仙女们看得过了吗 看明星们卸下偶像包袱与部队的战士们 共同接受训练 仙女们吹着空调吃西瓜 看明星们在节目中被虐 这是种什么感觉 舒服的都想要放飞自我了 阿美当时在看前两季的时候 不禁有好大的感慨 真正男子汉是一个良心宗 耶呀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看看物理滔滔的这个样子吧 What 这还是我认识的那个浑身散发光芒的黄子汉吗 怎么被摧残成了这个样子 我们的偶像包袱呢 阿美表示很心赛啊 黄子汤看了想流泪 更让女明星崩溃的是 进部队的第一件事就是卸妆 没错 是卸妆 就是卸妆 这无疑好像跳崖自杀好吗 这让明星宝宝们玩怎么在圈内混下去呢 看着卸完妆后生无可恋的样子 就知道他们的内心有多么抗拒卸妆了 通过卸妆事情阿美 更确定真正男子汉是个良心剧了 在这里考验的不是明星的知名度 而是进行真枪实弹的训练 打枪 跳伞 匍匐 与战士同吃同住 体验的是真实的军营生活 阿美看的是热血沸腾 虽然他们没有在电视节目中那么光鲜 阿美却看到了最美的他们 更让人振奋的事情也到来了 当当当当 真正男子汉三开始录制了 而且常驻嘉宾都已经确定了 更牛的是嘉宾阵容很强大哟 让阿美告诉你们吧 首先迎来的呢是欢乐宋艺美 刘涛 在剧中是多少人的女神呀 在生活中也是闲亲两魔呢 口碑这么好 当然要邀请了 还有欢乐宋秋莹莹 杨子 沙白甜的这种类型你们喜欢吗 不知道杨子这么没心没肺的脾气到了 真男上会不会变成综艺黑洞 接下来出场的这位是女神张天爱 来来来鼓掌 欢迎啦 难道张天爱与刘涛 杨子要用美貌共同撑起真正男子汉吗 不然怎么会那么好看呢 美到智心啦 话说我们的张天爱太子妃最近很活跃哦 各种影视作品看得阿美眼花缭乱 不过阿美还是最爱太子妃 那种男女通吃 能耍见那风骚劲可不是谁 都能学得出来搭 不过不知道这些小姐姐 能不能接受静谦卸妆呢 不过阿美觉得素颜 也美丽的她们其实不需要有压力的了 还是抓紧锻炼身 提前适应军队生活吧 介绍完女神后就该男神闪亮登场了 首先要说的男神 当然是易阳千玺 这个小鲜肉 看得阿美都忍不住要老牛吃嫩草了 来看看我们的大帅戏 易阳千玺最近思美人的造型 都不知道要圈多少粉呢 举国是无双的眼眸温柔 有没有融化到你 真期待易阳千玺在节目中的表现 以上阿美介绍的嘉宾 都是已经确定下来的 至于正在洽谈的男性就是 黄轩和张大大 黄轩呢不用说 真汉字 硬汉形象 笑起来却很温暖 实力演员 阿美都忍不住多看两眼 至于张大大嘛 阿美看到她就很想笑 很有喜感的长相 看来节目组安排得很有心啊 张大大的到来就是为了给枯燥的军女生活增加乐趣的吧 期待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欢乐 说实话 阿美真的不相信有她 看到这种综艺 是不是也很想体验军女生活呢 刘周成 离开天鱼 至上力和像家人 我们深爱彼此网 一余乐六月六日报道 六月六日 刘周成在微博发文导师 自己将离开呆了十年的天鱼 称恒感激公司这十年的培养 以及能够加入至上力和这个组合 他说几个成员都像他最重要的家人 他还表示 最近有人想要把这十年的努力毁掉 刘周成离开天鱼 至上力和像家人 我们深爱彼此微博截图 据悉 刘周成因家报仪式受到网友谴责 这是他既称轻 家报仪式后第三次发布 刘周成原文 六月六号 我永远不会忘记梦开始的日子 十年前这一天 我进入了天鱼传媒这个大家庭 广阴四见我们一起在风雨里 迈过了一个年代 谢谢公司这十年的培养 这十年里最开心的是完成了自己的一个梦想 就是唱歌给喜欢我的人 听对我来说已经非常足够 更加让我这辈子永远都不会忘记的是 加入了一个永远值得我骄傲的团体 至上力和 里面的每一个成员都 像我最重要的家人 尽管我们吵过闹过 但我们深爱彼此最近 遇到了一些不好的事情 有人想把我们这十年的努力毁掉 我心里很气愤 很多话想说 不管我们未来的路会怎样 边走边唱 边走边看再贵天鱼感恩还有你 Vaby回归跑男团 若巴开心步 一个细节就反映出来上周五 Vaby一身粉红色裙装回归跑男团 生完孩子的身材 完全没变化 且气色红润好看 兄弟团的成员们纷纷表示欢迎 上前一一拥抱 自第五季开播来 Vaby有一段时间 没有出现在跑男上 对于他这次的回归 喜欢他的粉丝观众们肯定很开心 兄弟团也不例外 可是对于第五季刚加入跑男团的新成员 若巴来说呢 Vaby的回归会不会 影响他的地位呢 在此之前 网上一直在说两人应跑男不和 Vaby回归 若巴肯定会退出 一时间两家粉丝开心的厉害 但这次若巴的一个无意之举 却把我给圈粉了 从图片中可以看出李晨和Vaby 两人举的雨伞比较高 站在中间的若巴 为了不会让雨水溅到他们身上 悄悄把自己撑的雨伞放低了 瞬间被热巴给暖到了有没有 Vaby终于回归 期待八个人的跑男团 刘舟成离开天鱼 至上利和向家人 我们深爱彼此网 一余乐6月6日报道 6月6日 刘舟成在微博发文导致 自己将离开呆了十年的天鱼 称狠感激公司这十年的培养 以及能够加入至上利和这个组合 他说几个成员都像他最重要的家人 他还表示最近有人想要把这十年的努力毁掉 刘舟成离开天鱼 至上利和向家人 我们深爱彼此微博截图 据悉 刘舟成因家暴仪式受到网友谴责 这是他既称轻 家暴仪式后第三次发布 刘舟成原文 6月6号 我永远不会忘记梦开始的日子 十年前这一天 我进入了天鱼传媒这个大家庭 光阴四见我们一起在风雨里 迈过了一个年代 谢谢公司这十年的培养 这十年里最开心的是 完成了自己的一个梦想 就是唱歌给喜欢我的人 听对我来说已经非常足够 更加让我这辈子 永远都不会忘记的是 加入了一个永远值得我骄傲的团体 至上利和 里面的每一个成员都 像我最重要的家人 尽管我们吵过闹过 但我们深爱彼此最近 遇到了一些不好的事情 有人想把我们这十年的努力毁掉 我心里很气愤 很多话想说 不管我们未来的路会怎样 边走边唱 边走边看再会天日感恩还有你 再会儿 多年 我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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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的